我從來沒有說過高雄市政府要採石油 高雄市政府來做刷直接吸國際資金開發石油 礦產可燃冰 就這樣太平島挖石油把我形成 形成好像到雜貨店買罐醬油一樣 我有兩個前提 從來沒有一個人把它聽出來 請問如何在任內來解決或減緩高雄市過度舉載的問題 這是要請教兩位參選人的 那我們首先還是邀請韓國瑜主委來進行回應 我們現在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回答這個題目更困難 人是英雄錢是膽 各位好朋友 我們現在高雄市政府全台灣最窮 我們負債三千億 保守估計怎麼辦 兩百七十七萬的老百姓 柴米油鹽降出差 沒有一樣可以跑得掉怎麼辦 一年一千五百億的預算 拼硬碰撞也就差不多了 到哪裡去還三千億 有一個方法 不還了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我跟你拼了高雄市政府就是不還錢 這也是一種方法 反正一句話人不死再不爛 我高雄市政府又沒有死我還是活著的 慢慢來 咱們這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 這不是最佳的方法 如果今天高雄市政府三千億的外債 要能夠真的解決 我想了很久 想了差不多有半年 從今年過完春節我開始想 想了我頭髮都快掉光了 但是如果是陳青麥當市長 我就不要再想了 如果我韓維當市長的話 這個債怎麼辦 這放在眼前的 要解決的 我要突破兩個困難 有兩個困難突破 高雄市政府三千億外債 一筆勾銷 我們什麼都不怕了 第一個困難是內部困難 行政院打贏不打贏 第二個困難是 周邊外部困難 越南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打贏不打贏 各位好朋友 我們高雄有一個寶貝 我們都忘記它了 叫做太平島 是屬於我們高雄奇經 中心裡 對不對 可是咧 我們高雄市政府有這塊土地咧 我們幾十年沒有開發 然後國防部的駐軍住了六十年 一直不停的花錢 從來沒有賺過一毛錢 各位好朋友 如果我們把膽子放大一點 太平島我們把它變成股票上市公司 把它上市了怎麼樣 高雄市政府來做樁 直接吸國際資金 開發石油 礦產 可燃冰 漁業 光光 有沒有辦法股票上市 哦 韓國瑜 你腦袋壞囉 明天民進黨又拿電文派電我了 你一天到晚在這裡胡說八道 為什麼越南可以開採石油 為什麼馬來西亞印尼可以開採石油 為什麼中國大陸可以在東海 開春小油田 為什麼我們不能開 哦 因為古時候女人裹小腳 現在高雄人腦袋給裹住了 我們連想都不敢想 我們沒有膽量 各位 如果太平島高雄市政府決定要開發 高雄市十幾個立委 全部一條心 要衝 我們欠那麼多錢怎麼辦 周邊的國家願意做生意 不打仗 好好開發 這將近有200億桶的石油 還有可燃冰 還有礦產 由高雄市政府來做樁 負責股票上市 我想 我們的外債 我們的欠錢可以一筆勾銷 這個就是不得了 聰明的政府 找方法 無能的政府 找藉口 我們試試看 謝謝 我們謝謝韓主委 有一個比較 個人的想要跟你請教一下 前兩天高議員在請教說挖石油的事情 你說那個誰講的 其實我看這兩天的新聞報導上面 都有把過去你講的影片播放出來 我想說不知道當下你當時是短暫的失憶 還是說你認為那個不是你講的話 我跟總召林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石油是中央的政策 在民國100年大概102年 中國石油公司變成預算 去探看 看裡面到底有沒有石油 只是我每天在想高雄財政這樣困難 要怎麼解決 所以才想到太平道屬於我們高雄 這有幾個前提 第一石油是中央 第二行政員也要同意中央要來運作 第三周邊國家地區經過談判之後 大家都覺得一起來開一財可以發大財 第四如果真的要開一財千萬不要忘記高雄 高雄市政府沒有能力去開石油 我特別幫你報告 這是一個嘗試問題 這不是知識問題 市政府絕對沒有這個能力 也沒有這個資金 也沒有這個設備 但是我每天在想怎麼樣幫高雄賺錢 其實我想要表達的是說 那天的聚焦應該是在問 你講的是說誰講的 那是不是你自己講過 我有幾個前提 行政院同意 周邊國家同意 找到國際資金 然後開產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高雄 那個我講的重點在這方面 所以你有講過啊 那天算是斷 不是高雄賺錢要開產石油 這點這麼重要 好不好千萬不要誤會 我要突破兩個困難 有兩個困難突破 高雄市政府三千億外債 一筆勾休 我們什麼都不怕了 第一個困難是內部困難 行政院打贏不打贏 第二個困難是周邊外部困難 越南馬來西亞 中國道路打贏不打贏 我要突破兩個困難 有兩個困難突破 高雄市政府三千億外債 一筆勾休 我們什麼都不怕了 第一個困難是內部困難 行政院打贏不打贏 第二個困難是周邊外部困難 越南馬來西亞 中國道路打贏不打贏